中美贸易战中讨不到便宜。 特朗普转向欧盟开刀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宣布6月1日起开征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钢铝产品25%和10%的关税。 美国的对外贸易冲突正式开辟了其他战场,尤其是欧洲战场。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当天表示,欧盟将对美国的这一决定采取报复行动。 5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又,与法国财长勒梅尔在巴黎会晤后宣布不再豁免欧盟的钢铝关税。 不过,欧盟很难对美国的贸易攻击开展坚决的对等反制,以战促谈。 虽然欧盟委员会之前曾表示,可能会对28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对等征收关税,但欧盟是否真会迅速对美以牙还牙令人怀疑。 转自铁血社区 从特朗普政府今年2月宣布加征钢铝关税计划后,欧盟第一时间就站到了申请豁免的队伍里。 很多欧盟国家至今沉浸在美国没有把他们作为盟友加以照顾的委屈中,那里显然没有凝聚且为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坚决与美蛮横做法进行斗争的意志。 然而特朗普民粹主义贸易政策的这一节,欧洲注定是躲不过的。 钢铝关税只是个开头,特朗普已经清晰流露出打击欧洲汽车对美出口的强烈兴趣。 另外,要求欧盟增加承担北约经费,以及要求德国停建与俄罗斯之间的油气管道这些后续要价很可能都将到来。 在这场美欧贸易冲突中,德国首当其冲,损失将最大。 德国的高端制造业对美购成墙有利竞争,特朗普很不喜欢。 让德国的大公司都吃些苦头,可谓是渗透进美国关税计划当中的特朗普团队的一种情绪。 其实欧洲眼下没有退路,德国尤其没有。 他们需要勇敢地面对美国贸易大棒,举起他们自己的棍子。 不战就不会有公正的河,把希望寄托在华盛顿发善心上,欧盟国家只能任美国人随意宰割。 我们知道,欧美关系与中美关系不同,欧美打贸易战与中美打贸易战的政治含义也不一样,因此几乎没有中国人认为中欧联合对抗美国是现实的。 我们注意到,欧盟对美国向中国智慧财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施压是乐见其成的。 中美欧的贸易利益错综复杂,很难拉出一个清晰的阵线。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mxu.net 然而特朗普政府根本不把WTO规则当回事,以及他搞贸易保护的霸权主义做法,欧洲和中国都是反对的。 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如果不对华盛顿的嚣张企业进行阻击,那么大家都将是受害者。 特朗普总统真就要以横扫欧亚的蒙古大汉自居了。 中欧未必可以在对美问题上开展协作,但是双方应该做出各自应有的坚持,不对美国做没有原则的让步,纵容特朗普不是寻求与世界更加有效的合作,而是搞功成略大的征服。 如果华盛顿美食师一项对外单边制裁,就得到一个相应的强有力回击,那么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将步履维艰,美国社会将因为这些鲁莽做法蒙受损失。 他这样下去将导致美国国内舆论环境的恶化。 现在的问题是,迄今只有中国实施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和计划,将他们作为与华盛顿谈判的筹码。 世界其他地方大多都挤在了向特朗普申请豁免的队伍中。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mxu.net post 130771541.html 美国已经退出伊核协议,并且要求欧洲企业尽早离开伊朗。 中兴的遭遇已经成为悬载在伊朗经营的一些欧洲公司头上的风险。 欧洲如果以为退让,他将被迫成为美国这个不讲不法,胡乱迈步的领悟者的可怜伍伴。 欧洲国家的规模都不大,欧盟又太松散,如果多边贸易体系事实上瓦解,规则尽失,那么欧盟国家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所以欧盟应该离开申请豁免的队伍,把祈求的力气用来挖一条战壕,作为一名战士站到自己的阵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ia.S.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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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enger Messenger do.words.app.wechat.line.sms